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娱乐火线歌好听的音乐分享给大家 老板你去看了五百演唱会没有 看了七百五的门票五百在台上一句没唱台下的日百五唱了一晚上老子差点死神了 在当下火爆的演出市场中五百演唱会成了一道别样的风景 因现场观众合唱太震撼而被网友调侃多次登上二组 你们超厉害 在五百南京演唱会上氛围尚可 虽不如郑主但远超苏主 五百艺人士黄袍加深 依旧保持着穿什么衣服都是那么适合的难看风格 不过你可别说他这些服装一般人驾驭不了网友调侃 说实话他要不是明星在我们村真的找不到老头 真的让人哭笑不得 南京演唱会最经典的场面 六十五百最新花样 好好的花朵舞 硬师生比翘成了走堂毛巾舞 这次演唱会也在线丝牙笑名唱面五百根歌迷双向奔赴明显必感 这样的场面男的歌手不像一样 我已喜欢你突然结果是我 你说 你爱了不该爱的人 你的心中暗示他们的 你说 你爱了不该爱的人 你说 你爱了不该爱的人 你说 你爱了不该爱的人 你说 你爱到晚的去想 你爱你爱你 你爱你 新歌你说也再次上线 一直让歌迷说五百就是不唱 硬是以指挥家的身份溜达完全场 而南京的歌迷也非常给力 让指挥老师五百沉醉其中 以至于当这首《梦想时分》演唱结束后 所有歌迷都觉得此歌可以直接改名吗 你几大 他开洋茶会我们的唱歌就相当于我们的开洋茶会 这次南京演唱会社 歌迷买的票也是值了 尤其现场五百乐队 伴奏感觉无敌 歌迷从头唱到我 当然嗓子一样 这唱的不是歌 唱的是我们失去的青春 五百的歌是我们七零八年后的青春会议 他的歌声一响 我们的青春得回来了 对 我以为是有红终 生命中的彩虹 让我的喜欢在人生中 黑的一种彩虹 回家啦 回家啦 差一个文杉啦 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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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头老板说的对 我们要有这种主人梦精神 玩了这一杯 还有三杯 我会紧紧的将一套情绑在心中 在反动之后就会给你温柔 喜欢的小伙伴点个赞 转发加关注 好 本期电视就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